然而包含好事、壞事、不好的回憶、難受的回憶、痛苦的回憶、悔恨的回憶、悲傷的回憶在內,通通都是侍奉步 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Great 萬眾期待的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14.5卷終於都在8月20號發售 我都第一時間買了來看,看完的感受就是,真是幾不錯 是不是九位讀到一本全部由導航老師所寫的過程,雖然有一種懷念的感覺 雖然整本下來的故事並沒有太大的推進,可以分析的內容、角色的關係變化並不多 但導航老師想在當中表達的主題可以為相當明確 如果要簡單來概括的話就是,未來的侍奉步 今天的影片我就想圍繞今次導航老師想傳達的這個主題,觸發一些我的看法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今天的影片 今次14.5卷的前半本是幾篇零散的短篇 今次我就不多說了 都是以前劇情的一些補充或者是一些小插曲 整體來說都算不錯的 例如第三章星華部分就寫得非常出色 總有一天會落幕,所以才可以稱為祭典 反過來說,總有一天會落幕的東西都可以稱為祭典 既然如此,平凡無企一常都是日常祭典 我非常喜歡這一段的比喻 也可以說是驗證了鄭老師對八番的教授 不要沉準於過氣的傷痕 不要止暴於未來的飄渺 把握當下,享受當下,與祭典一般就已足夠 然後我也會特別特別稱讚第四章 一色採與若無其事,不著痕跡地 拓展出未來的道路這一篇 真是寫得一色非常可愛 一色這個角色在導航手上可以說是變得越來越有魅力 真性情、造作,但不令人反感的可愛 閱讀後再次增添了對一色的喜愛 即使在一陣的本片中,一色都是描寫得數一數二兩眼的角色 然後後半本才可以說是大家最關注的新作短篇 亦可以說是十四點五卷的重點 然而他們一定會繼續犯錯 時間線延續第十四卷《紳士奉暴》的成立 雖然整篇劇情都算輕鬆,還有超甜的白雪糖 但卻被一層薄薄地命為離別的陰霾所籠罩 導致閱讀的時候都感到莫名沉重 意識度一切都已經進入倒數階段 不禁和百花產生一樣的心頭一近的感覺 在本片中對於《士奉暴》目前的處境 又或者未來是否應該照顧新的成員 百花、一色、小丁都有各自的想法 其中對於百花以及一色的內心有特別著重的面寫 《一色採遇》明明不是《士奉暴》一員 卻不知不覺早已融入其中 當中的一段以《一色》作為主視角描寫 第一次規探到《一色》的內心 才得以知道原來《一色》真的很喜歡《士奉暴》 平時以百花的視角來看《一色》 主要都是體會《一色》擅長觸弄人的一面 雖然隱約可以感受到《士奉暴》對《一色》 依然是一個舒心的地方 它對《一色》最真實、直接的想法無從得知 透過今次的短片終於可以了解到 希望把握最後的時間 在師兄師姐畢業前儘量去多些《士奉暴》 但隨著時間流逝 尼別的感覺亦越趨真實 看著《結衣》溫柔成熟的笑容 《一色》甚至差一點點哭了出來 嚴格來說《一色》真正重視的感到不捨得的 並不是《士奉暴》 應該說是現在的《士奉暴》 有雪奶、有《結衣》、有百花、有小丁 以及自己在內的《士奉暴》 在之前《一色》曾經對百花提出 學生會的邀請時 讀者就多少可以察覺到這一點 《士奉暴》說他將不服存在 但只要大家一起加入學生會 自己想守護的事物就將延續下去 《一色》當時就是想用這種方法 你還自有身為學生會會長的自己 可以做到的方法來守護《士奉暴》 可以見到《一色》內心真實的一面 也算是這次短片的一大兩點 然後就是《白花》 也是這次用最多蝙蝠描繩的部分 《白花》在開篇的時候 心態可以為相當糾結 作為《士奉暴》一員 對於自己將要離別這個 為自己高中生活創造了無數回憶的地方 而感到不捨 另一方面 作為《小丁》的阿哥 想著著雪奶、雪衣、自己不服存在的《士奉暴》 《小丁》獨自一人留在《士奉暴》部室中的畫面 和當年初次和雪子下相見的畫面 從而不禁感到不安和同心 自己是否模型中觸迫了《小丁》 《小丁》為了自己 加入了這個大機會會無人文章的《士奉暴》之中 今次短片中 這種心情可為困擾了《白花》大部分的時間 平時故事中讀者都可以知道《白花》是一個超級梅空 但今次《白花》的擔心的確是一個阿哥會出現的擔心 多了一份真實的感覺 之後的劇情就是傳輸最甜的部分 《白花》和《雪奶》兩個人在補習班參觀後 一同在咖啡廳中約會 兩個笨醉到極點的人約會 開懷非常有他們的風格 清潔但真摯 彈料中不時一同描繪未來的敬式 戀愛中的雪奶真是過於可愛 無論白花還是我的理性都完全照駕不住 然後雪奶發現白花似乎有煩惱 白花就跟雪奶傾訴自己心中的煩惱 經過一番對談後 白花才察覺自己過於驅離於我們 或者說現在的《士奉暴》 不知不覺中認為《士奉暴》就應該如此 現在的《士奉暴》就是最完美的狀態 當自己一旦畢業 這個完美的狀態將會被打破 小鼎將被獨留於這個 不完美的處境之中 這種想法其實非常真實 人好經常無意識認為 自己現在所處的圈子就是完美 而拒絕他人的加入 拒絕改變 白花也是如此 但事實上這種想法 自私、傲慢又短視 世上並沒有所謂完美可言 或許未來的《士奉暴》將不如現況 但不保證會差於現況 那個只不過是另一段 屬於他人獨一無二的青春 在同雪奶相涼後 白番心中的迷霧終於退去 包含好事、壞事、不好的回憶、難受的回憶 痛苦的回憶、悔恨的回憶 悲傷的回憶在內 通通都是事風暴 但不應該被過去束縛現在的自己 這些無法批刀的回憶將它化為寶物 永遠珍藏於自己的內心之中 無論將來《士奉暴》將會發生如何的變化 甚至將不復存在 但曾經一同經歷的點點滴滴 對於現在《士奉暴》的每一位成員而言 對於所有讀者而言 都是構建成他們、我們青春的真物 不再驅離於現在的《士奉暴》 在未來路上 時而會沽、時而犯錯、時而迷路 即使如此 依然一步一步堅定向前瞞進 白番想對小丁所說的說話 千言萬語回造一句 被棋局寫長麻煩你了 雖然今次短片中 並沒有透露任何 厭陰《士奉暴》部部長小丁的內心想法 但透過一式的猜想可以看出 小丁在最初應該是同一式的想法比較接近 對於《士奉暴》而言 說她的確是需要新的成員 但至少在阿哥畢業前 她都不希望有任何局外人 混入現在的《士奉暴》之中 但到最後認為招募新成員也沒有問題 白番簡單的一句話 似乎就已經將心中想傳達的一切 傳達給小丁 說這就是所謂的兄妹 未來《士奉暴》將會描矩出一段 怎樣的故事 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吧 以上就是今次的《14.5卷》內容 以及我的一些分析和見解 各位寫得比較深入 不知道大家覺得如何 《14.5卷》我認為是寫得不錯的 不是圍繞雪難 至於白番三明的關係 而是專注於描寫整個《士奉暴》 白番不再好像以前 勒絕尋求他人的幫助 可見白雪的關係剩一點一滴 暴想正貴 一色這個角色的《妙者》 算是今次除了《8番》之外最厲害的一位 成為了今次《14.5卷》的良言之一 還有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 我覺得今次《八神》的插畫畫得特別好看 總括而就算不買之前的四本短片集 我都好推薦大家買這本《14.5卷》 那截至目前《果青》出版的所有書籍 我都已經全部講完了 至於《果青》新 如果之後都有官方中文版的話 我都一定會出片 不過暫時就沒有講的預定 《果青》系列未來有機會再見 今次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在下面按下 告訴我 如果覺得有什麼要改善的地方 又或者你已經看完小說 有什麼不同的看法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 接下來我都會製作更多 《ACG》相關的影片 有興趣就訂閱我的頻道 都可以追蹤我的IG和Twitter 了解我平時追法時的 《直時感想》和VTuberDDS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